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为了人类的福祉和地球的自由,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团体 它的名字叫做星光兄弟会 星光兄弟会是天狼星苍穹大会堂的地球前哨站 它通过木星和木星指挥部与天狼星保持联系 星光兄弟会的成员,在桑特库玛拉大师的教诲之下,引导着地球文明的进化过程 星光兄弟会的外部成员则是阳生大师的门徒 他们都通过了第三集入会仪式的第七阶炫蒙考验,而且组成了一个外部组织,秘法兄弟会 星光兄弟会在地球上的实体会所位于香巴拉地下王国 王国内部有一座大的神秘学校 这所神秘学校隶属于港底司兄弟会 秘法兄弟会则扮演着学校前厅的角色 星光兄弟会打从亚特兰蒂斯时代起就不对外曝光 所有的一切都交由自家门生私下打理 兄弟会的门徒包含星光教团 星光教团采用曼陀罗的神圣几何结构 总共是144000名通过了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入会仪式的星际存有 这些存有投生到地球,秘密扮演着光明与黑暗势力之间的第三方阵营 教团的成员长久以来借助星光兄弟会的心电感应指导 默默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 星光教团在星光兄弟会的心电感应指导下 谱写出希腊、罗马文化的辉煌时代 他们也在卡尔特文化中以德鲁伊祭祀的身份活跃着 他们也在犹太埃塞尼派中协调着耶稣和摩达拉圣悲家族后裔的扬生计划 同时也扮演着制衡力量的角色 他们也与光明势力共同对抗第13支黑色贵族 他们也在12世纪创立了卡特里派和爱博塔运动 他们也在军事坦定基督异教以前 通过尹犹诗集复兴了女神以及诺斯底基督教的神秘知识 他们在13世纪利用在所罗门圣殿下方地下室发现的爱西斯密传古籍 创建了圣殿骑士团 这些卷轴上的资料让古埃及的星象秘术重现人间 这个也是共济会的起源 在公元1450年卡特里派在星光兄弟会的安排下 在佛罗伦萨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 塑造了我们当前所知的西方文明 文艺复兴也提供给密法兄弟会的第一批代表有利的条件 让他们得以从西藏地下进入欧洲 从那个时候开始 几十位密法兄弟会的代表在欧洲秘密地工作着 16世纪他们主要活跃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维罗纳 到了17世纪他们活跃在伦敦还有英国一带 在18世纪则是巴黎密法兄弟会把灵性的火花传递给了星光教团 18世纪的历史因而改观 进而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 也为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在公元1775年呢 密法兄弟会借助圣哲曼伯爵 创办了神秘学校 这间秘密的神秘学校活跃了100年左右的时光 接着呢 他们又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帮助下 创建了神智学会 密法兄弟会呢 也会用心电感应来促进科学的发展 特别是借助尼古拉、托斯拉 密法兄弟会呢 也不受地球矩阵控制的影响 目前呢 他们居住在地球表面的某个神秘地点 星光兄弟会的神秘符号呢 则是天狼星石 天火石 如意宝珠 清金石等等 这些呢 都是代表真我的宝石 也就是我们的精神 灵魂 还有心智 星光教团的神秘象征呢 则是杰克陨石 杰克陨石 则是来自毛素星团的天堂之石 还有象征着我们英国体的圣碑 以及星基贵族 而星基贵族呢 则是由144000名光明星基存有 所组成的曼陀罗 星光兄弟会呢 则是亚特兰蒂斯神秘学校的最后一支正宗传人 医谋集团呢 曾经试图想渗透它 可是呢 因为入会的条件极其严格 而未能成功 可惜的是 医谋集团 还是渗透了比较公开的神秘学校 例如 耶稣会是 在19世纪早期 就混进了共济会 神智学会呢 则在海伦纳布拉瓦斯基死后 也被渗透了 他的教导呢 也被阴谋集团进行了篡改 从而造成了很多光之工作者之间的冲突 不过 神秘学校的正宗教导 将通过梦境行动 重现人间